我已经找到了,就在那边 看到蹄花 今天终于吃个重庆蹄花 然后这种店可能就是 像咱说的那种 我进去点个菜 然后吃完米饭就这样 陈蹄花 这边也是高楼大厦 旁边有个酒店 好饱吃我就不知道了 豪车 你好,我一个人 空调的地方,这个空调的 很好吃,很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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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 小份儿四十九 哦 蹄花汤 嗯,这些有推荐吗?哪些好吃?哪个好吃? 这是我们招牌菜,然后这个是两半个蹄花,然后就是麻辣的,蜿蜡喜欢汤 嗯,招牌是有味的 这个就没有汤是吧? 嗯,对,它就是我们的 嗯,那就是,我看一下啊 其他就是家常菜 哦,其他的家常菜 这家常菜有推荐的吗? 嗯,你吃辣吗? 嗯,吃中辣吧,中辣微辣的 对 哦,比较多的香饭菜的话就是用泡椒牛肉丝和泡椒牛丝 和泡椒牛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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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滷味的汤 哦 这个蛋白有点多 它有点黏的 那这个呢 这个就 麻辣的 它稍微有一点点辣 嗯 稍微更爽口一点 然后这个汤的话 这个汤的话就是 三辣五 超饭的 哦 口味蹄花 这就是拌的对吧 就是 这个新鲜芝花 如果好的时候 你倒车 那我先来一份这个吧 这个小的 对小份 然后 我看一下 我们有加两份 你为什么他不老老老老老 初期这片 它就是 鸥骨银腸银银银 但是我们是不太好的 所以这个 哦 这是我们这些的捶豆 涼菜 哦 后面 哦 后面还有 哦 好好好 炮烧牛肉 炮烤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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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烤牛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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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是吧这个 对一个人的话 对一个人我吃是不是有点多 我要吃 对我点个小份 然后再点 再点一个菜差不多了 对那我再来一个 那个 稍白加杀肉 点个菜吧 那个 以后这个辣椒炒肉和这个 和这个泡椒牛肉丝哪个 哪个比较好或者是 泡椒牛肉丝和泡椒牛肉丝 它就是泡椒味的有一点点辣 然后下个辣椒炒肉的话 它就是加辣椒 因为这个辣椒是用的 螺蛳加辣椒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辣椒 就是不辣的 好 就来一个这个 下份炒肉 然后来个饭就好 好 好 别拿着走 你这碗你这碗你这碗 谢谢啊 你这碗你这碗你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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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那边可以 你这碗你这碗你这碗 好 我觉得最多拿碗来饼吃 到这里 来点水谷 吃什么 老的一条块成体花 哦哦谢谢 会长这样的 这是饭吗 带上吃这个 像热一的 咱尝一个梅子蛋酱 把这个辣椒炒肉 看这油 吃到现在感觉吧 妈做的饭好吃 这个不难吃 有点油 太油了 你看上面油 然后这个的话 它这火候掌握比较好 但是 没有很经验吧 那种感觉 还可以 88 两个菜 有个餐位费三块钱 还行 最后吃饱了吃撑了 有一点撑 然后还行 说实话 没眼妈做的好吃 但是这个蹄它这主要是火候掌握的不错 然后你看这油 你看这油 根本就没汤的就是都是油 反正以后还是少来这种炒菜的 他又油太多主要是油太多了 这个油主要是太多了 但是饭挺好吃 这饭不错 就这样啊 吃完饭出来走一走 现在就 那边是个公园 往前走是个龙山公园 对大龙山公园 然后那边个窝卖 等会去窝卖卖卖吃了 上边看着像一个庙啥 这边我看就相当于那种景区 景区吃了 不过这也有住家户 你看 往前走一走 你看那是大龙山公园 我先那边看一下 正好我看还有可以往上山 山上走一走 但是现在水不多了 没事 我先上去 这早还有人上去买东西 是提一箱奶出来 我还是象征性的 走完这个楼梯再下来 象征性的来一次 然后也对了起 我吃几个猪蹄 吃这一个猪蹄 再往上走一走 刚刚那个房顶在底下看看那边 现在跟那个房顶都差不多了 上面还有 我这水不多了 我就不往上走了 但是我看那楼梯不是想上 主要是减肥 运动 等会再想想看上不上去 这现在可以坐下 又上了小半层 看这上来就不一样 你看那个酒店那做个兔子 我看可以 我看可以 往那边走一走 上面有路标 看是咋回事 应急厕所 瞧是应急 看一看啊 看它这修了也不错 上面基本上到顶了 也不这个也不 不是很大 我往那边走 如果那边可以下去的话 我直接就 从那边下了 我是很 不想从原来的地方下去 我想从新地方下去 那还能上去 我看见这个楼梯 我就很想上 你知道吗 我打地图看一下 那边能不能走 我看了 这边好像是有一条道 可以下去 没那边走 看一下吧 看来是过不去 要不就是我走错了 现在 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我这边还要上去 我要走那边上 我不确定那边能不能 能不能走 因为我要走的是那个方向 应该是不行 那我原路回去吧 这个下楼梯一定要斜住下 这样不费劲 不费膝盖 费膝盖 费的少 你能感觉到那个膝盖 受的那个压力就比较小 这个天真是热呀 下来之后瞬间感觉 这刚吃那个猪蹄 那个啥 没那么胀了 这都饮水点 直接接点水就好了 早知道这个 我刚刚就那个什么了 沃沫看着就有点惨 它是一大堆人在这儿乘凉 乡村鸡 走来走去 所以我就走到一个 又一个mall small 里边喝杯咖啡 咖啡 咖啡蓝色 它就加了点蓝色那种 货汁啥 糖浆 芬 nation 通过 咖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边看不像武汉了 住这里边简直就是 残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唯一一次这个公交车上安静 感觉太好了 还凉这个地方 空调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这算是个大超市吧 这种康师傅筒面就5块5 5块钱 现在还有小桶了 小桶3个10块5 这种面 带个碗17块多 20 15 10块钱 你看它出了个真味道 什么红烧牛肉面 再送个什么冰空茶